CCTV13新闻直播间点名对周深在央视秋晚上的演唱进行表扬了 2021年9月22号下午17点 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新闻直播间节目中 一条题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秋晚会首次海内外同步播出 相关视频全网播放量超过9亿的文体新闻报道格外引人注目 这条新闻是对秋晚的一个总结和梳理 其中央视新闻在口碑稿中除了对今年秋晚的整体数据进行盘点之外 还点名对周深进行了表扬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CCTV13是如何表扬周深的吧 周深获得CCTV13新闻直播间点名表扬 新闻稿在这个新闻片中 主播纳僧说道 截止昨晚22时 总台秋晚电视直播关注度和市场占有率双双第一 共收获全网热搜超过300个 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90亿 相关视频全网播放量超过9亿 数字的背后代表了观众实实在在的认可 此次晚会将现场舞美 实景道具 AR虚拟技术以及视频画面巧妙结合 将多种元素内容相辅相成 为观众带来全方位的视听效果 有网友评论 到总台秋晚这个群心璀璨的舞台像电影一样精美 特别是周深宇航员那段 更有网友赞叹 审美在线 舞台效果绝了 周深获得CCTV13新闻直播间点名表扬 压轴 央视2021年秋晚总计有27个节目 其中由周深演唱的歌曲《繁星璀璨的天空》 被排在了第25位 单从这个排序来看 就知道秋晚还是将周深放在了一个压轴的位置 通过周深的演唱以及这首歌的主题 来展现致敬航天员的主题 据了解2021年9月17号下午 三位航天员90天太空任务完成 落地过中秋 周深的这个节目就是致敬航天员这个主题的 周深获得CCTV13新闻直播间点名表扬 五美好 周深在秋晚上演唱的歌曲《繁星璀璨的天空》 可谓是美轮美奂 背景设计凸显了太空 浩瀚的宇宙 星空这些元素 周深时而以歌手的身份进行演唱 又时而身穿宇航服 变身遨游太空的航天员 最精细的设计还是和周深一起表演的那个小男孩 通过这个小男孩的参演 表现了我国航天事业后继友人 小朋友从小就立志当航天员的伟大梦想 周深获得CCTV13新闻直播间点名表扬 今年是第二次上秋晚 周深是与2020年首秀央视秋晚的 当年他和萨鼎鼎合唱的是左手指乐 时隔一年周深第二次喜提央视秋晚 就进行独唱表演 出众的表现获得了央视新闻频道的高度认可 相信这样的评价必定会对周深今后的事业 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在此我们也期待周深再上2022年春晚 看到CCTV13新闻直播间节目 以新闻报道的形式 对周深在秋晚上演唱的歌曲《繁星璀璨的天空》进行表扬 喜欢周深的粉丝们纷纷留言 为其打抠 看向繁星璀璨的天空 那份理想依然闪烁在苍穹 点赞中国航天 仰望繁星璀璨的天空 聆听歌声 致敬航天英雄 周深穿宇航员衣服真可爱 总台新闻特别夸赞深深所演绎的歌曲 《繁星璀璨的天空》的舞台像电影一样精美 官方认证成功 向伟大的航天人们致敬 向着繁星璀璨的天空继续出发 周深的歌声里充满了对太空未知的奥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